北區路線重組第二階段實施後第一個工作日 九巴說部分新增路線差不多滿座 會考慮加密班次 第二階段重組包括新增兩條特快線 2771和277P 來往上水、天平村和藍田 九巴早派職員在巴士站向乘客講解 有去九龍灣上班的乘客說車程大幅縮短 時間短了 沒什麼站 差不多一出大佬山 第二個站就在九龍灣 不過九巴同時取消70X 又去黃大仙的乘客說會改錯港鐵 不用了我乘火車 如果你一個小時 我預計不到你剛剛那個時間 九巴就認為重組安排有助分流乘客 為什麼我們取消之後 會出了277X、277P和277E 就是將客人分流回 這條路線差不多班班都坐到差不多滿 我們可能遲些想一下這條線 可能因為它突發的線 可能也要加車下去 會不會說遲些考慮將它提早開車 或者全日服務 我們都去考慮 九巴說北區重組路線計劃會在三個圓內檢討 多人坐的班次會考慮延長服務時間 或者加密班次 無線電視記者南海應過度